好再往下看 我们看死菌类的构作方法 我把这些构作方法给粘出来 Ctrl C 这创建一个类 叫做Demo2 STRND 然后C O N Constructor 先穿个字母 然后粘在这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些构造 这些构造我们在哪找到的 是不是在死菌类里面找它构造 好 往上找 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多构造是吧 那么咱们把几个比较重要的构造 拿出来去讲解一下 首先这有一个空构造 然后有字节数组的构造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好 首先来看这个空构造 怎么多呀 STRND S1 就等于New一个 STRND 然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S1 打印S1 那么打印S1的结果是什么呢 来运行一下 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一个空串啊 什么也没有的在 这就是这个空构造啊 然后再来看 那么空构造 我们知道了 它其实就是创建一个空字不串 那么再往下走啊 我们再来一个有餐构造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字节数组啊 首先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有个字节数组 好 那咱们就创建一个字节数组 BIT中括号 AR1 就等于了 97 98 99 然后呢 我们再来 S2 S2 就等于了 New一个 S3 然后这里面呢 我把字节数组团进来 AR1 好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S2 大家猜猜这个结果是什么 来 打印一下S2 运行 大家看 上面是 因为你打印了一个换行 所以它换到下面下面这行 对不对 然后这一行呢 我们打印的是ABC 97 98 99 变成了ABC 你想到什么了 是不是想到原来咱们学那个 ASC码啊 是不是ASC码表 97对应的是不是小A 98对应的是不是大A 不是98对应的是小B 对不对 99对应的是小C 是不是它们一一对应关系 那么其实呢 在这里呢 它用的不是ASC码表 是用的我们平台默认码表 就是当前咱们这个项目默认码表 它是什么呢 来给你看一眼 右键点 首选项 这里面有个什么 GBK 那么GBK码表 为什么也能显示ASC码表的结果呢 ASC码表呢 它是最早研究出来的 然后呢 它里面囊括了数字啊 字母大小写啊 还有一些其他符号 那么其他码表在做码表的时候呢 都会怎么样呢 都会把这个 它的码表给囊括进来 就是把ASC码表给囊括进来 这块能听懂吗 就是其他码表在做码表的时候呢 都会把ASC码表囊括进来 所以呢 你在这里面看到说 它们转成了对应的ABC 那么其实底层用的是 GPK码表 好 那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SRIN的构造怎么介绍的 通过使用平台的默认字符集 解码指定的BIT数组 构造一个新的字符串 平台默认字符集指定的码表 那就是刚才咱们看那个 GPK码表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它说叫做一个什么过程 叫做一个解码的过程 这什么意思 我们在计算机存储 ABC这样的字母的时候呢 它计算机是不能直接识别的 它是以什么形式存进去 它是以0101形式存进去的 所以呢 其实它存储的时候 就是以97 98 99这样二进制去存的 而97 98 99这样的二进制 计算机能看得懂 我们能看得懂吗 有人说我能看懂吗 那不就是97 98 99吗 是97 98 99你能看懂 那我再给你写一个其他的数呢 其他数代表什么文字 什么数字 你能看得懂吗 不是所有都能看得懂的 对不对 而为了能让我们看得懂 那就要进行解码 在这个位置 这叫做解码 解码 什么叫解码呢 就是将 我们 我们 看不懂的 变成 别说将我们了 将 计算机 看得懂的 看得懂的 读得懂的 读得懂的 转换成 我们 读得懂的 这话能理解吧 就说它是一个解码的过程 他把计算机 能看得懂的 能读得懂的 然后转换成了 咱们能看得懂的 那这样的话 97 98 99就变成了 ABC 那同学问了 说老师 我能不能把ABC再转换成 97 98 99 能 一会咱们学转换 别着急 好 那么接下来 再来看 然后呢 还有这么一个构造 那它干嘛呢 这里有一个 Int Index 还有个 Interlearns Index是代表是 从哪个索引开始 而Interlearns呢 代表你要 解码多少个 这个不是到哪个位置 是代表你要 解码多少个 好 那现在咱们再来一个 byt 中括号 A22 就等于了 97 98 99 100 100 101 102 102 好 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S3就等于了 另外一个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来一个 A22 第一个位置呢 是一个Index 就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那我现在从这个位置开始 这个位置代表多少 这是零 这是一 这是二 对不对 好 从二开始 然后转三个 转三个 那这从二开始 转三个 是不是就它不它呀 那这是A 这是B 这是C 那应该是CD E 对不对 好 来看是不是啊 SSO 打印 S3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CDE 是不是出来了 这就是想转某部分 那就可以去通过这个来做了 通过某个缩线开始 然后转多少个 这可以了 然后再来看 这还有什么呢 将字符数组转成字符串 那么将字符数组转成字符串 来回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咱们API 怎么说的 看这里面 说字符串是长量 它们的值呢 在创建之后不能被更改 然后字符缓冲区支持可变字符串 这个缓冲区呢 我们明天会去学 因为死均对象是不可变的 所以可以共享 例如死均STR等于ABC 等效于 XDATA中号 A字符 B字符 C字符 然后呢 我再通过构造 可以再把这个 X字符转成对应的字符串 也就是说 它们俩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相互转换的 那你为什么叫做字符串呢 其实用我的大白话来说 就是字符穿成串 就叫字符串 这里面代表的是N多个字符 而咱们这个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字符数组啊 相当于把你这里面N多个字符 拆成了一个一个的字符 放在我的这个字符数组里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它们来说是 它们俩是等效的 那么字符串呢 它是等效于这个字符数组的 那么既然等效的话 那字符数组肯定能转换成什么 是不是转换成字符串啊 通过谁啊 通过它的构造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来咱们再来一个 这回来一个什么数组啊 是不是大数组啊 字符数组 那么它叫A23 就等于了 A B C D E 好 有这么一个字符数组 那我把字符数组转成竹串 S4 然后呢 来个A23 然后咱们打印一下S4 好 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ABCD 是不是把你这个 每一个字符 穿成串子 变成咱们这个字符串了呀 ABCD 好 那么这就是将字符数组转换成竹串 将 将字符数组转换成字符串 好 那么继续再看啊 然后呢 这是一个ta数组 然后呢 interindex intercount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跟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转换多少个 好 那么再来 数组我就不定义了啊 我就转换这个数组的 来一个strain S5 等于 new一个strain 然后呢 我从指定位置开始 那我 从这个位置开始 要把BCD给转换了 这个位置代表什么 a23 是不是代表1啊 然后转换三个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一个sso 打印s5 好运行 大家看BCD 没问题吧 哎 这就是字符数组 从指定位置开始 然后转多少个 然后再来看啊 这个就 其实就没啥意思了 这啥意思啊 这里面是不是将字符串 转换成字符串啊 把字符串 长量值 转换成字符串 一般我们很少这样去用 但是告诉你这样是可以的 好 来一个strain s6 就等于了 new一个strind 然后这里面直接放一个什么 说放一个字符串就可以了 黑 马 然后打印s6 sso 打印s6 运行一下 来看最后这个 是不是黑马呀 哎 那么这就是 子菌这个类里面 这些构造 一个是字符数组 转换成字符串 一个是 字符数组 转换字符串 好 在这里面咱们写一下 这个代表什么呀 将 将 将 A22 字符数组 字符 字符数组 从 二随形开始 开始 转换 三个 从二随形开始 转换三个 那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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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 似乎数组 似乎数组 从一 所以 开始 转换三个 好了 那这就是咱们这个 子菌类的一个构造 好 这个值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好 感谢观看